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闆 这件事已经解决了 阿豪 这段生意已经旺了 这件事已经截不截了 你爽手点派吧 你先派这件事 我派完那几张之后 就回来接你再回公司出货 好啊 喂 是 老闆 这货这么重要 我先用字笔抄下 阿豪 我电话响了 你帮我拿过来听 喂 是 好啊 这么多 首先五件去荃湾 五件去头哥 多谢大家 好 再见 好 再见 现在先洪南一箱送货 老闆 老闆 多了生意是好 但是你一个人走车的时候 就不要不停打电话了 很危险的 对了 你这么怕车干什么 快点送货吧 你上班吗 是 文露 豪仔说得对了 你走车的时候打电话很危险 有命才能找到钱 让我兼哥提醒你 在走车的时候 要用免提式装置的电话 如果你真的用手提流动电话的话 你要把你的车停在安全的位置 才会好听 否则你就会违法了 根据香港法例第374G章 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规例第42条 任何司机在驾驶的汽车移动的时候 不得以去本人手持 又或者是置于头与肩膊之间的方式 使用流动电话 又或者以去本人手持的方式 使用任何其他的电讯设备 又或者是以他本人手持的方式 使用流动电话的任何附件 又或者是 任何其他电讯设备的任何附件 任何人如果没有合理辩解 而违反上述条文的规定 職属犯罪 可被判处罚款港币二千元 回来了? 是 我想坐上车 好, 没问题 老师 老师, 这件事已经解决了 天哥对了 站在这里 这个蠔很蛇龙的 经常问我开车 车电话的问题 不如这样 你解答他 不用蛇龙 起码 天哥 我想问一下 如果司机想打电话 或者想听电话的时候 用手去按手提电话 会否犯法 不会 不会 只是他做出这个动作的时候 没有手持流动电话 他就不算犯法 如果司机在开车 在停红灯 遇到塞车 又或者拍路边的时候 他用手去按电话 又会否犯法 也不会 因为法例上 只是规定在行车的时候 如果在行车的时候 乘客用手 拿手提电话 给司机用 司机和乘客 又会否犯法 也不会 因为在行车的时候 没有手持流动电话 那就不算犯法 但是考虑到他开车的时候 说手来电话 会影响他的专注力 有可能 会不妥善地控制车 这才是重点 所以大家要记住 观察 安全 先行动 好 麦露 你知大灯烤了 糟了, 又破财 不要紧了 過两星期 我新车倒到完才算 你别以为很小事 一定要第一时间办理 否则你会违法 让我荆哥提醒你 根据香港法例 第374之章 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47條指出 在黑夜的時間能見到低的情況下 駕駛者必須開著車頭燈 而黑夜的時間是有明確的指引 由日落後15分鐘至日出前15分鐘 至於每一天的日落日出時間 就以天文台公布為準 而電單車在任何時間行車的時候 都要開著車頭大燈 目的是要讓司機在黑暗環境下更清晰 以及讓其他道路使用者看到他們 車頭燈包括小前燈, 車頭大燈 在街東系統正在運作 或者前面有其他車輛的時候 車頭大燈就要轉為低燈 而低燈的角度 就不能殘忍其他道路使用者 所以大家要記住 觀察、安全才能動 老闆, 搞定了 搞定了嗎? 搞定了, 搞定了, 搞定了 搞定了, 搞定了 搞定了 阿浩, 我約了Able 稍後我要再去 然後日落前一定要派回車 進行車場, 我才跟他逛街 我很趕時間 不如這樣 你出去外面搭小巴回公司收拾貨 老闆, 你不是還沒剩下車頭大燈嗎? 你每天要我天黑之前送貨 不是每次都趕得及的 好像昨晚都快黃昏了 你還要我爬最後一張單 你又鬆了人去拍拖 我要自己拿著這輛車 又不能開大燈, 會害怕的 如果一會被警察查到, 要我背 你怎麼說呢?到時你不要把我的錢 我提醒你很多次了 你教我工作嗎?你不閃我閃了 Able, 這麼早下班? 五點左右就下班了嗎? 早點下班, 好嗎? 好, 越早越好, 適合我 古靈精怪 是, 今晚的節目我已經想好了 首先我們就游一下車河 天一刻我們就駕車上山頂 吃晚餐看夜景 上山頂看夜景? 不如這樣吧, 我去街市買菜 回家玩小煮飯 然後去天台看星星 比一隻好派你都不會上 本來打算給你一個驚喜 不過, 現在告訴你吧 我終於哄到爸爸媽媽 安排你們今晚在山頂吃飯見家長 可不可以不吃晚飯 趕去吃下午? 為什麼要吃下午? 你最近都古古怪怪的 同親約你晚上都說不空 你是不是有秘魯? 不是, 我只能… 我不管, 我已經幫你落足嘴頭 你自己優點已經沒什麼了 還不好把握機會 不如這樣吧 等我十天八天 等我換個新車再見家長 不如我先換你吧 Abel… 文龍, 我看見了 不聽我說了, 想了不起 現在就欣小失誤了 看你死吧 在剛才的片段裡面 文龍當然有責任要儘快安排 修理好她的車的車頭大燈 並且確保在黑夜時間 又或者是能見到低的情況下 當她駕駛的時候 要開著她的車的強制性前燈 大燈和後燈 否則就是違反了香港法例 第374G章 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 第47條的規定 任何人違反有關的法例 首次被定罪 可被判處罰款港幣五千元 及監禁三個月 第二次被定罪 或除後再次被定罪 可被判處罰款港幣一萬元 及監禁六個月